今天平日山牧师的广播 祝大家圣诞快乐 愿天使在第一个圣诞夜的宣告 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在你和你家庭中仍然 我希望你能够体验 上帝在这个圣诞节预备的最好 祂的最好就是主耶稣基督 让耶稣发生在你的身上 让我们从阅读圣诞的经文 《勞加福音》二章第六节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 约失同玛利亚 玛利亚的产期度了 生了投胎儿子 用布包着放在玛曹里 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请留意圣经说 当玛利亚分娩的时候 当时他们身处伯利行 他们其实是住在以色列北边的拿撒勒 但因为他们其实是来自伯利行 因为他们的祖先正是大卫王 玛利亚和约失都是来自皇室血统 来自不同的儿子 如果将他们的家谱一直追溯到大卫王的儿子们 不同的儿子 后来生出药室 另一边是玛利亚 他们其实有皇室血统 谁会想到外邦皇帝的一个法令 当时的奥古斯都 是海撒大帝的继子 他的法令是向当时整个罗马世界征税 造成他们是需要回到原本的出生地去到交税 为那时生活在罗马统治之下的所有人 进行人口普查 当时以色列在罗马统治之下 有谁会想到一个外邦人 不信之人的法令 尽管他是一位皇帝 上帝甚至可以使用世界各国政府来执行他的计划 我们在这个例子看到这一点 结果玛利亚和约失出现在伯利行 大多数女性在怀孕后期都不想旅行 玛利亚产期要到了 但因为罗马的统治 他们不得不去 他们必须去到伯利行 玛利亚的产期到了 生了 投胎儿子 圣经说 我们的主耶稣 他出生在正确时间 是不是很美丽 圣经说到了时机成熟 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 由女人所生 而且生在律法之下 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 好让我们得着自子的名分 自子的名分 在希腊文是一个字 是儿子身份 上帝的儿子 变成了人子 以致我们人的儿子 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子 哈利路亚 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 他的出生 并非只为出生在这个世上 他是为死而生 这是上帝对人类爱的计划的目的 自从人第一次犯罪 亚当犯罪的时候 将罪带给人类 罪恶经过血脈 转移到后代的身上 但是耶稣是同精女所生 就在不久之前 科学研究发现 胎儿并不是通过胎盘 去接受母亲的血液 胎儿只会接受母亲的营养 而不是血 母亲的血 一定都没有进入胎儿里面 太奇妙了 因为玛利亚的血有罪 跟任何其他人一样 人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上帝的荣耀 她是了不起的女士 尽管如此 她的血都是有罪 她不能将罪转移到 所怀的婴儿身上 所以圣经说 耶稣是由同精女所生 天父将耶稣放在同精女的福中 哈利路亚 她在那里接受母亲的供应 但不是血 耶稣的血管 以马内尼的血管 流的血都是来自于父上帝 她的血 是要灑在十架之上 为什么 因为圣经说 肉体的生命是在血里 上帝已经赐下补血 所以能代属生命 唯有这个血才能洗清我们的罪 罪恶之血 不能洗清罪恶之血 我们的血 无法洗你的罪恶之血 Amen 必须是上帝 亲自道成肉身的 温和无罪之血 祂之所以变成婴儿 是因为祂必须成为人的样式 才能死在十架上流血 所以祂的死并非偶然 耶稣并非有些人所说的是被谋杀 不是 耶稣来是要受死 事实上在那次之前 没有人可以逮捕祂 没有人能阻止祂 没有人能够挡住祂的去路 事实上 没有人能够杀死祂 人们不止一次试图杀死祂 有一次在祂的家乡那撒勒 他们想将祂推下懸崖 圣经说 耶稣却从他们中间走过 另一次他们执起石头 在当年犹太人的死刑 是用石头扔死 他们拿起石头要打祂 他们声称祂涉上帝 祂却直接从他们中间走过去 死亡根本碰不到祂 为什么 死亡的来临是因为罪 而耶稣是无罪 哈利路亚 祂的血里面无罪 祂里面无罪 圣经说 祂是无罪的 祂从来没有犯过罪 祂自己却没有罪 而祂死在十架上 仿佛祂是罪恶滔天的罪人 为什么 不是 祂在你的位置上 祂在我的位置上 这样祂的血流出来 便会洗清我们的罪 哈利路亚 因为上帝已经刺下补血 来到为灵魂赎罪 圣经说 不但如此 祂担当我们的疾病 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我们的疾病和痛苦 朋友 永远不要忘记 耶稣大卫曾经说 我的心 你要清纵耶和话 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恩惠 但是很多信徒忘记祂的恩惠 圣经说 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恩惠 有时我们会记住少数的恩惠 但是圣经说 不可忘记一切恩惠 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切 那里提到五个恩惠 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恩惠 第一个 祂赦免你的一切罪业 祂赦免你的一切罪业 这是第一 朋友 这个意味着 祂赦免你一切罪业 在哪里 在十架上 当祂担当你的罪 为你的罪受惩罚 上帝是公义的 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 上帝不能够再惩罚你 在你相信耶稣的那一刻 上帝就认为你是公义的 因为在十架上 有了属天的转移 祂没有罪 没有犯过任何罪 为什么祂在十架上呢 祂在那里 是作为上帝的羔羊 我们的替身 以至祂可以取代你的位置 你也可以取代祂的位置 圣经说 上帝曾经使祂在十架上 因为祂和我的罪 而成为有罪的 使我们 今天 在基督里 成为上帝的义 赞美主 祂被赶出去 以至我们能够进来 祂在十架上呼喊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你为什么离弃我 以至我们可以呼喊 阿爸父 父啊 你为什么如此祝福我 Amen 赞美主 圣经说 耶稣亲身担当我们的质病和病患 祂亲自 不是天使 不是别人 祂不会相信其他人做这一项工作 圣经说 祂亲自除去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质病 如果我们相信下一个恩惠 祂舍免你的一切罪业 医治你的一切质病 哈利路亚 再一次 你的一切质病 不只是当上帝想医治你的时候 不是不是朋友 圣经说 上帝医治你的一切质病 我相信上帝的话语 我不会忘记这个恩惠 因为我不会忘记祂的一切恩惠 而是记住一切恩惠 哈利路亚 经文继续说 他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 这是另一个恩惠 上帝救赎我们脱离死亡 朋友 你可以是一个健康的人 我的意思是 你整天锻炼 留意饮食等等 只要遇到意外或者类似的事情 这是在健康之外的破坏 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人们说命里有时终需要有 不是的朋友 外面有恨你的魔鬼 但也有一位上帝 他爱你 让他的儿子为你的罪而死 他为你的健康付出代价 使你强壮 赞美主 赦免你的一切罪业 同一位上帝也都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 留意到救赎这个字 这个意味着拯救和解救你脱离 这种破坏的代价已经被付出 你看看 因罪的缘故 因为我们得罪了圣洁的上帝 因为罪有标签和懲罚随之而来 即是死亡 疾病 毁灭 然而耶稣在十架上流出了补血 补血洗清了我们的罪 这个血就是救赎的补血 这个血已经救赎了你 救赎的意思是 买你出来脱离罪恶死亡毁灭的奴隶市场 赞美主 祂已经买你出来 所以圣经说上帝其中一个恩惠 当我们每天承认这种恩惠 我的心那 你要清重耶和华 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恩惠 祂赦免我的一切罪业 赞美主 朋友 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 不是耶稣的诞生拯救了我们 而是祂在十架上的死亡和复活 祂拯救了我们 哈利路亚 医治你的一切罪病 一切 祂救赎你的生命 脱离死亡 现在我们来看第四个恩惠 经文说 以慈爱和怜悯作你的冠冕 上帝喜欢用恩宠 为祂的儿女加冕 Amen 希伯来文的慈爱是 Hasset Hasset 意思是恩典 恩惠 上帝包围着你 而作冠冕 并不是指你带在头上的皇冠 在希伯来文的Atar 作冠冕其实是指环绕在你的周围 就像你在会场这里 其实是被包围着 以荣耀和尊荣作冠冕包围着你 赞美主 上帝的恩惠覆覆盖着你 上帝的恩惠作你的冠冕 无论走到哪里 你都有恩宠赞美主 有一个领域是我们没有恩宠的 那些恨上帝的人 那些不想犯罪被提到的人 圣经说他们会逼迫我们 圣经说 事实上圣经允许所有信徒 所有立志在基督耶稣里 过境前生活的都必遭受迫害 有些事物是我们在天堂的这一边 没有被救赎的 这是新约圣经讲到的唯一苦难 其余的部分 耶稣在十架上已经除去 朋友 不管我们周围看到什么 必须相信上帝的话语 Amen 这就是因为 赞美主 以慈爱、恩宠、怜悯 以慈爱 作你的冠冕 英皇阴定本说 温柔的人词 或者年文 那个字 其实是指母亲对孩子的年文 Amen 希伯来文 Rakam 其实是被用于子宫 女人用子宫 来到知养孩子 这幅图画是说的 温柔年文 上帝用恩宠包围着你 你被围绕 就好像在蚱蚱里面 在他温柔年纹的亭里面 你感受到上帝的爱 所以你不需要在错误的地方去寻找爱 因为当上帝作你的冠冕 朋友 你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的 Amen 每日被爱的人都到处去冒险 Amen 你不是正在试图去爱 你就是被爱的人 你愿意识到自己被爱 最终你会爱上周围的人 Amen 甚至可以忽视那些对你做的恶事 赞美主 为什么呢 你是上帝所爱的 Amen 你是上帝所爱的 Amen 问题不在于是否同意我的观点 而是你是否同意经文的观点 圣经说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第五个恩惠是 他以福乐使你的心愿满足 以至你好像鹰一般 恢复青春的活力 Amen Amen 朋友 圣经说 上帝想恢复你的青春活力 这就是他给予子民的一个恩惠 他以福乐使你的心愿满足 以至你好像鹰一般恢复青春的活力 Amen 为什么要像鹰一样更生呢 因为鹰在变老的时候 是会更换羽毛的 好吗 经历一个换羽毛的阶段 它会退毛 Amen 这个景象看起来有点凄惨 凄惨在高高的懸崖之上 他看起来很难过 看起来很衰老 不再像一只鹰 失去了所有羽毛 然而他的等待是有目的 在那个懸崖的边缘上 他正在等待太阳升起 经过几天的等待 享受微风 享受阳光 那里的画面是 上帝的光照在你的身上 好好享受他的祝福 有些事发生在鹰的身上 全身的羽毛 青春的羽毛竟然生长出来 Amen 然后他从懸崖上飞了 他飞得更加高 这一次他拥有年轻的身体 丰富的月力 这就是上帝对你的心意 即使你年事已高 上帝说可以使你好象英一般灰复青春的活力 我曾经对青春一次做过研究 我只想知道上帝对我们的青春是什么看法 他想更新 我读到希伯来文关于青春的不同字 青春的不同阶段 就像我们讲一个孩子 有十几岁的少年时期 然后是二十三十岁的年轻人 希伯来文用的这个字 其实是指青春期 青春 十几岁的时候 所以上帝想满足 哈哈 上帝以福乐使你的心愿满足 让你的年少恢复 Amen 哈利路亚 好象英一般灰复青春的活力 这是字面的更新 哈利路亚 这是否好消息 朋友 我相信上帝想介入你的生命 进入你的家庭 进入你生命中所有的黑暗 你可能正在苦苦挣扎 面对抑鬱和毒癮 你可能正被破碎的心苦苦挣扎 可能在自己身上看到不喜欢讨厌的东西 但你如何改变 你不能靠自己的意志力去改变 你知道你很清楚 真正的改变是由内而外 唯有上帝才能改变你 唯有耶稣才能彻底改变你 Amen 这就是他死在十架上的原因 当他悬挂在木头上整整三个钟头 黑暗笼罩了大地 天堂走至变成了黄铜色 他悬挂在那里悬浮在天地之间 仿佛天堂不接受他 地球拒绝他 他取代了我们的位置 因为当时这一切并非偶然 这是上帝的计划 因为万分圣结的上帝 公义的上帝无法接受 他爱的人类带着罪进入他的同在 如果人家有法官 无法允许 杀人犯 连环强奸犯 我们先开始 就是上帝猜显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在十架上为我们而死 因为无罪的他取代了我们的位置 耶稣基督 意味着今天我们取代祂的位置 祂取代了我们的位置 祂在上帝面前取代了我们的拒绝 我们取代了祂蒙月纳和恩宠的位置 祂担当了我们的罪 为我们的罪 受到了最大程度的惩罚 以至今天你和我可以领受和享受 祂应得的所有祝福 并为此赞美上帝 哈利路亚 耶稣如何在十架上成为有罪 不是通过做任何罪恶的事情 我再说一次 圣经说祂没有犯罪 那祂如何成为有罪 是通过接受我们的罪 今天我们如何成为义人 我们接受祂的义 阿们 就像耶稣没有犯任何罪 而成为有罪 祂接受了我们的罪 今天我们行公义 不是要成为义 我们接受祂的义 阿们 义人的所有恩惠和祝福都临到我们 阿们 正如上帝使我们在基督中称义 就像在十架上 当耶稣取代我们罪人的位置 所有奏作都临到祂身上 所有审判都临到祂身上 以至祢和我 可以蒙月纳 蒙恩寵 蒙福 以恩寵和怜悯作冠冕 阿们 医治祢的质病 阿们 救赎祢的生命脱离死亡 即使在祢的晚年 使祢好象应一般 恢复青春的活力 朋友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恩惠 现在请和我一起祷告 阿们 如果你想要信靠耶稣基督 或者你曾经是基督徒 阿们 但觉得自己已经堕落 圣诞节就是一个 回到主面前的好时机 请和我一起祷告 天父 我感谢祢 赐下祢儿子 耶稣基督这份礼物 祢曾经为我所有的罪 死在十家上 祢取代了我的位置 受到惩罚和定罪 以致我能够取代祢的位置 蒙福和称乙 我感谢父上帝 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 我全心全意地相信 当你使祢从死女复活 祢为我战胜死亡 我相信死亡已被正复 哈利路亚 由现在开始我不再怕死 赞美主 感谢天父 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当你使祢从死女复活 我可以无罪释放和称乙了 感谢天父奉耶稣的名 阿们 对你来说 这是多么快乐的圣诞节 因为你会永远记得今天 当你接受耶稣基督 信靠祂并且得救 现在要满心期待 不要忘记我们 谈论到的一切恩惠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如果可以的话 请大家站立 跟你的家人一起手牵手 领受接下来这个礼拜的祝福 接下来这个礼拜 我们来新年只有几天 主为我们准备一个主题 每年祂都会为我们准备一个主题 压倒一切的主题 祂特别在我们的教会 以及祂赐给我的事工里面的所有人 祂要为我们所做的 祂为你准备了主题 赞美主 满心期待 听到上帝的声音 Amen 根据祂来年想在祂生命中所做的 好好管理祂生命 赞美主 哈利路亚 Amen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契通 在整个礼拜与你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圣诞快乐 感谢观看 参考